欸 發了發了 你不是去找那個Nine Uncle講的怎麼樣 Nine Uncle同意嗎 呃 剛剛 這個爸爸帶回來啊 你 你叫阿牛啦 你是我們的學徒 你喔 是在洗澡的時候 不小心摔倒 去撞到頭啦 嘿啦 那地下太滑了 撞到頭 可是我剛剛去浴室洗手的時候 只有看到沐浴乳 沒有看到肥皂 因為 因為 我知道了 那個肥皂只有我在用 對吧 你們都是用沐浴的人 只有我是喜歡用肥皂的人 這樣就合理了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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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真的 可雷伯 嘿嘿嘿 不是啊 其實 其實 其實什麼 他 他 他 上次沒有人要講什麼話 嘿嘿嘿 對對對 來來 喔 今天喔 為了你特地煮很多菜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吃完才有力氣 可以聊天啊 可是還有一件 非常奇怪的事情 還有 還有什麼事 我沒有看到肥皂盒啊 因為 因為 我知道了 你們把肥皂盒丟了 蛤 因為那個肥皂盒不好用 所以肥皂盒 才從肥皂盒裡面掉出來 我才踩到這個肥皂跌倒 你們為了避免 我再踩到這個肥皂跌倒 所以幫我把肥皂盒給丟了 是不是這樣 對 對 完全正確 你真的很 clever 謝謝你們 你們對我真的太好了 我 我好多事情都想不起來 還要你們提醒 真的很抱歉 沒關係 沒關係 你真的不要抱歉 因為 那個 頭去撞到不正常是很正常的 來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晚上睡飽一點 明天起來就一切都正常了 謝謝少媽 少媽也多吃一點 謝謝 還有少媽也吃 少媽也是肉 還有 少媽 少爸 少子 慢的 待會吃完飯 你去外面運動散步一下 幫助小花 媽 這樣行不通啊 小聲一點 他在樓上啦 不然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就實話實說就好了啊 你傻啦 張理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很壞壞到骨子裡 他連財神爺都敢燒 如果讓他知道 你爸把他撞成這個樣子 他絕對不會放過你爸的 very dangerous 他是能怎樣 然後不就去要錢啊 張理欠缺錢嗎 蛤 我們家所有的財產加起來 搞不好是他一天的零用錢 那也不能這樣啊 我們現在算是非法求禁了耶 我跟你講喔 你爸如果因為這樣喔 進去坐牢喔 以他現在的身體狀況喔 他一進去很快就往生了啦 如果你爸有什麼三長兩短 我也不要活了 不要這樣演啊 太誇張了啦 不管怎麼樣喔 我絕對不會把你爸供出去的 可是我們也不能這樣一直騙他啊 先不說他自己記憶恢復會破坑 他的公司的人 要是發現他不見了 也會開始找他啊 現在喔 拖延戰術是最好的方法 拖得越久 機會越大 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對他好 對他很好 哪一天他恢復記憶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我們對他很好 就懂得感恩 他就不會對付你爸了啊 是嗎 會這樣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 沒有可是 這是最好的方法 這樣對你爸對老街都好 用延緩的戰術 讓他們可以暫緩拆老街的計畫 而且也可以讓天晴的飯店 有更足夠的時間啊 娜娜 為了老街為了你爸 為了林曉春為了大家 你一定要堅持 Hold on 今天晚上你就先睡哨子房間 你的房間還在漏水 等修好了再搬過去 那哨子怎麼辦 哨子沒關係 他最喜歡睡客廳的